在前面的例题呢,我们分别提到了长条图跟直方图 那这两种图形又有什么差别呢? 那我们先看到左边这个图形来 左边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长条图 那右边这个图形呢,就是我们的直方图 那我们直接看到这两个图形 其实你可以很清楚,很直接的观察到 两种的直条,它们的矩形是不一样的 以长条图来看,它是分离的长条 那以直方图来看,它每一个矩形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所以长条图呢,它是分离的矩形 直方图呢,那因为它的横轴这里是连续的区间 所以它的矩形都会连接在一起 那我们应该要什么时候用长条图 那什么时候要用直方图比较好呢? 那我们看到它横轴的地方 以长条图来看,它横轴的地方 它的数字是没有分组的 是我们所谓的类别资料 那以直方图来看呢 它这里,它是有分组的 它是连续区间的 所以当我们以后遇到的资料 是属于类别资料的话 那我们就会采用长条图 那如果我们遇到的资料 是属于连续资料的话 是属于分组的资料的话 我们就会使用直方图